最近一段时期来 俄罗斯和北约的紧张关系 可以说是直线升级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不断的指责对方 在边境集结重兵 而且做出要进攻的姿态 这样一种紧张局势升级的同时 实际上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双方在不断的试探对方 实际上也可以帮助俄罗斯 寻找到一个新的话题 那就是要和美国非常正式的讨论 要进一步遏制北约东扩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这样一种 既相互试强 同时又相互试探谈判的可能性 这个实际上对北约和俄罗斯双方来说 目前都应该说是有利可图 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在于说 双方在这样一种状态中 能不能保持平衡 就是千万不要擦枪走火 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擦枪走火 之前关于通过强硬来形成谈判的 这样一个目标就会化为炮营 但是现在随着乌克兰东部局势的紧张 似乎实质上乌克兰又和北约越走越近 所以这样一个非常两难的境地 对乌克兰来说 就是一方面他实际上在和北约接近 但另一方面他试图倚藏北约 来对俄罗斯施压 造成的现实状况呢 又是他在技术标准上呢 你加入北约这个门槛呢 越来越远 但是我想目前的这些事态啊 实际上表明这个乌克兰和北约呢 现在已经顾不掉太多的 对于这个所谓 是不是名义上加入北约的问题 而实际上呢 要在一起对俄罗斯构成足够的威势 那在这些事态紧张加急的背景下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最后啊 它的一个指向就是 要在年底之前举行的这个普派会 无论是北约方面帮助乌克兰 去加剧局势 还是说北约方面 希望和俄罗斯重新打开这个外交通道 我想所有这个问题啊 最后都会放到美俄这个峰会的桌面上 去讨论 美俄关系的这个基调 或者它的逻辑呢 已经成了说双方没有可能寻求正向的合作 只能是呢 在会谈之前 不断的去拘累 无论是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 还是乌克兰东部问题 包括现在这几天 仍然在持续的 美俄之间的互相驱逐外交官 这样一些事情 不断的在手里积累的 不利于对方的筹码 然后最后呢 以一种管控危机的方式 来形成这种合作 好 好 好